你是 余光 女神你好 对 余光 你换发型了 喜欢吗 傻不傻阿姨 什么情况呀 送电话来 周一啊 我有点事想问问你 我现在不方便 你手机摔坏了 你贴了钢化膜是吧 对 我就怕摔才贴的 那还是摔了 我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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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很好 这不是很好 你知道吗 Vivo的手机固然抗摔 但是你也不能用 这么绝质的钢化膜 不怪你 一般钢化膜厂家都会宣称 自己的用作表面是9H 但实际这个硬度标准 和我们生活中说的 那个硬度标准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先打断一下 什么是9H 你不知道9H是什么 不会吧 不知道 9H是一个硬度标准 一般用9H的铅笔呢 在材料表面划 可以不留痕迹 缺货 你能别聊这些吗 你先找地儿坐吧 咱们找一地儿坐会儿吧 正上说一样这事 手机没事 我正要去买饮料要威胁 好 我今天身上没有带9H的铅笔 当然了 谁平常出门也不会带个9H的铅笔 对吧 你问我啊 没关系 我可以用钥匙 对 我用钥匙 给你试一下 我现在用钥匙 这样一划 好 这回彻底碎了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已经碎了 哥 咱能别聊这些专业知识了吗 聊酒 跟他聊酒 你也喜欢柠檬口味啊 对啊 我也喜欢 真巧 柠檬也可以叫做柠果 羊柠檬一亩果 产地呢主要是美国西班牙 意大利希腊 花期再于四到五月 果期九到十一月 好 这个柠檬里边啊 有非常多的这个柠檬酸 从本草纲目里边说 这个事情其实 你可没留什么 你怎么能聊到本草纲目呢 你别聊了 喝 快 跟他喝起来 来 喝一杯 来 干杯 这个鸡尾酒呢 其实我也略懂一二 九十六年前 也就是一九二零年 美国时逢经济大萧条 于是颁布了禁酒令 这美国人啊 根本就抵挡不了 这个美酒的诱惑 他们就用螺丝起子 将柑橘和沃德卡 搅拌在了一起 就产生出了车车 那这款鸡尾酒的灵感呢 就是源自于车车车 你是学广告的 是学广